纳坦雅胡的私人住所 遭到了黎巴嫩无人机的袭击 在袭击发生的时候 他跟他的妻子不在当地 所以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不过纳坦雅胡态度还是很强硬 因为他发布了两支影片 他告诉大家 没有什么能阻止我 以色列将会赢得这场战争 英国首相还有跟纳坦雅胡通话 对于纳坦雅胡住所遇袭这件事情 是感到很震惊的 针对这个目前的战况的发展 我首先想问一下 戒大使你怎么样看 就是说最近当然就是说 纳坦雅胡他正好不住在 他的私人的寓所 所以他的附近 被真主党的炮火袭击了 当然有人就说是针对纳坦雅胡 当然就变成就是说 从真主党或者是哈马斯来讲话 以色列一直在执行一种任务 就是斩首他们的 领导人物嘛 对 那你看哈马斯的这个最近 他的那个新瓦尔才刚接任 这个政治局的负责人 这个哈马斯负责人就被刺杀了 那更不要说真主党的这些高层 也被刺杀 所以当然就会变成 演变成这种大家互相刺杀对方的政治首脑吧 那不过我想这一次最主要那个 这个哈 内坦雅胡会上电视 他接受电视访问 而且用双语一次用西伯来语一次用英文讲 其实他最要最重要他要传递一个讯息 也就是说这个 那这个新瓦尔也就是哈马斯的这个领袖被杀了以后 很多人就讲说 那你这个 这个加萨主要战争是不是该停 该停了 对不对 你把对方的这个首脑都斩手了 还要打什么 而且对方已经现在怎么讲 群文无首之下呢 所有土地都被你占了 你还要打什么 结果呢 你猜这个内坦雅胡怎么讲 内坦雅胡说 这个只是一个 为了结束的一个开始而已 也就是说把你的首脑给杀掉 只是为了 他说我们会继续往前 而且直到我们达到终点 然后什么是终点他没讲 也就是说你现在已经把这个加萨走廊 打成一片的废墟 人也死了快 人死了5万3千人 那么受伤大概10万人 就15万人 然后你已经打了 所有的这个到处都断元残壁 人家说 然后你把他的首脑也杀了 他说那你还要打什么 他出来就要讲这句话说 这只是终点的一个开始 我们把这项事情结束的一个开始 我们会继续往前 然后呢 怎么往前呢 直到到达终点为止 那没有终点的 那前一阵子 这个有这些媒体披露说 美国方面掌握一个情报 说以色列有一个计划 报复计划 不是报复 是把这些 巴勒斯坦人在家 把他饿死 因为现在很多地方拿不到粮食 然后呢 这些国际的救难组织要进去 以色列通通不允许 那后来查说 他们有个计划要把这些人都饿死 那现在已经 这个好 这个好 这个加萨走廊北部 以色列又下令要清空了 清空以后就有人在预测说 清空以后 巴勒斯坦人永远回不到 这个好北部 那这一次就是把他们通通赶出去了 然后把这个加萨走廊 因为加萨非常的狭长 北部帮你一切 然后呢 这些还剩下比如200万好了 190万的巴勒斯坦难民 都把他清出这一块以后 这一块就是以色列的 囤肯者就要进去了 所以这个才是以色列真正的计划 真正就是把这个境内的 这些巴勒斯坦人 一个一个再压缩 把土地都让出来以后 就让以色列人进去 会不会这样做呢 事实上现在就在做 另外一方不只是 对这个加萨走廊这样做 现在对北部的黎巴嫩 那个不是以色列的 所宣称的国土 那是另外一个独立主权国家 现在要把他的南部的一块土地呢 也照样的 现在也在干嘛 也在发传单 说你们赶快离开吧 有人说那块地区 已经跑出去20万人了 他基本上就是说 先恐吓你们都离开 然后里面有很多这块土地还有很多联合国的这些所谓的维和部队 将近一万人 已经不晓得打了三次还是四次 包括中国大陆的维和部队 他的基地都中担了 然后呢 各国都起来抗议说 这是联合国派来维持和平的部队 你以色列也太 你也太霸道吧 而且这个土地也不是你以色列的土地 我是在泥巴嫩 你怎么可以进来叫我们 把我们这些联合国 以色列结果那台老夫讲什么 那他老师说 你们啊 劝你们最好是往北侧 你们这些联合国回合部队 请你们往北侧五公里 基本上通通要赶走啊 那赶走以后干嘛呢 炸弹不长眼 对 现在你看 黎巴嫩也是用跟加沙手一样 就把把你人都吓走 然后呢 一块一块地吃 那过去是只有 只有黎巴嫩人 这加沙手廊只有巴勒斯坦难民 现在黎巴嫩这块土地 还有联合国一万多维和部队 也照样这种方法对付 你说以色列怕谁 谁都不怕 现在天王老子他都不怕 那现在就从内塔亚胡来看 你看他讲话说 可以说那个表情是自得意满 也就是说 他要变成以色列历史上的伟人 为什么 开疆辟土啊 黎巴嫩的土地 现在也抢过来了 然后呢 剩下来境内的这些 原来有两百万人 巴勒斯坦人住的这些 加沙手 他现在起把 把这个北部的加沙城的一部分 他把它空出来了 然后人口呢 虽然没有杀光 可是也减少了15万 这个对以后要建国的话 那那个内塔亚胡是以色列的民族英雄 对扩展民族的生存空间 然后呢 这个面临强大的外部的挑战 奋勇奋战 然后呢 把这个国家的领土 继续扩展 然后建国大业 内塔亚胡 既攻一次 所以你看内塔亚胡 讲的时候呢 哇 简直是 意气风发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 我选KES 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 蓝光神盾的炸灶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 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 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